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线婚线,心情十分激动且喜悦。 在由于部分网友并不看好二人的婚姻,在原力的微博下,发出了不太友好的声音,以至于原力第二天发出了一条热血伤感的微博。 原力生尖刻的声音,麻伤了他的心,仿佛现在震血。 而始终支持原力的网友,则劝告他不必在乎键盘侠的说法,只要自己幸福就行。 后来原力似乎彻底失怀了,在三月二十九月清晨,他不仅晒出,他和老公梁太平最新合照,而且还切出了梁太平,在今年二月份写下的一首诗歌,内容就和爱情有关。 有网友留言强谈,准是这些诗把渴望爱情的杜小月给拿下了,原力还激动转频道,是的,诗歌关乎灵性。 让我,我们把眼目从今前,厌乐和各种成功中,带回到诗歌的年代,否则生活太无聊了。 由此可以看出,原力爱的是梁太平的财情,爱的是他写下的诗。 新婚的原力就像是正处在热恋期的小情侣一样,内心里的喜悦总是一不小心就映得出来。 3月30日,原力又在微博上,贴出了老公梁太平写的另一首诗诗,创作时间离现在还非常近,写于3月14日。 内容同样和爱情有关。 除此之外,原力再次晒出了两人的合影,而照片的背景,似乎正是两人的婚房。 从照片上看,婚房的空间有些狭小,而且装修也比较简陋,屋里基本出了书籍就是书籍了。 有网友认为,这个房间,应该就是原力老公梁太平在长沙的居所。 如今原力嫁给了他,自然就成了两人的婚房。 大家都知道,两太平是诗人,诗人的收入基本就来源于出版诗集,反税是诗人唯一的收入来源。 但在如今喧哗、浮躁的年代,很少有人愿意读诗,更别说到书店去买诗集了。 幸好原力爱的是梁太平的才华,而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考量。 毕竟作为明星的原力,曾经是过过非常富裕的日子的,如今愿意与梁太平安心过清平日子,这正是爱的表现。 俗话说有情饮水宝,原力和梁太平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证了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